塔贝拉水电站持续泄洪,缓解巴基斯坦洪灾压力 巴基斯坦遭遇前所未有的洪水灾难 中国电鉴水电7局成建的塔贝拉水电站适时开闸泄洪 减轻上游防汛压力 据了解,塔贝拉水电站所在印度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 防汛形势异常严峻 该水电站适时开闸泄洪 并将负易流霸泄洪量从往年的每分钟25到28万立方米 调整至每分钟41.5万立方米 塔贝拉水电站主要功能为灌溉、发电、防洪等 主要建筑物有主坝、副坝、主浮衣红道、灌溉洞、饮水洞以及厂房等 最大坝高143米 主坝顶长2743米 坝体体积1.21亿立方米 控制流域面积17万平方公里 总库容137亿立方米 17工程1968年开工 1976年正式蓄水发电 中国电鉴水电7局自2013年10月开始成建塔贝拉水电站第四期扩建工程 2018年2月发电 扩建后塔贝拉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将增加到6298兆万 施工期间 项目部一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给周边的学校捐赠物资、升级教室 冬天给贫困学生捐赠冬装、穆斯林 节日给当地员工发放节日慰问平等 特别是2022年上半年 塔贝拉大坝区域因高温钢旱出现五次山火 项目部每次都及时出动消防车和人员协助灭火 得到业主高度赞赏并发来感谢信 中国建筑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以实际行动巩固中巴友谊 在八发生洪灾后迅速开展了紧急救援 捐资捐物、进村一枕、修缮道路等一系列行动 中国建筑向巴基斯坦捐赠抗洪救灾、物资交接仪式 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 此次捐赠总价值1000万卢比的救灾物资 包括帐篷、大米、食用油等赈灾急需物品 将通过巴基斯坦国家公路局向受洪涝灾害影响的当地民众发放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经商工餐谢国祥 巴基斯坦交通部长密间国家公路局主席胡拉姆、阿加 中建筑巴基斯坦子企业相关负责人出席仪式并讲话 谢国祥在仪式上表示 很荣幸能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捐赠仪式 见证中国建筑向八方捐赠救灾物资 帮助受灾群众 巴基斯坦遭遇洪灾后 中方第一时间表达了关切和同情 中国政府、军队和人民以及红十字会 企业等积极捐款捐赴援助巴基斯坦人民 此次中国建筑慷慨解囊支援巴帖 再次彰显了中巴友谊 中巴两国素有在危难中互相帮助的传统 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巴基斯坦一定会战胜洪水灾难 早日渡过难关 胡拉姆 阿加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建筑的慷慨援助表示忠心感谢 他提到 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远远流长 中国建筑捐赠的物资对于灾区人民意义重大 感谢中方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帮助巴基斯坦渡过难关 希望两国关系持续深入 不断加强 中国建筑高度重视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关系 与巴方携手打造了PTM高速公路 伊斯兰堡国际机场 人马座酒店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 为巴经济社会发展汇聚了新动能 注入了新活力 未来 中国建筑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中建方案 贡献中建智慧 与巴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共享繁荣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